消防車前 民眾大排長龍 拿水桶取水 原本說好停水只到14號 結果到現在還沒有自來水 民眾怨聲載道 我跟他靠都脫脫了 這樣 滾幾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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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開水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節省 那當然馬頭一定是非常的臭 那根本沒有辦法說要洗衣服 然後明天要開雪了 那這樣不知道該怎麼辦 商家做生意搶時間 必須向民間業者訂水 不過卻發現 原本水費一公噸600元 地震後卻上漲到1000元 比起自來水費一公噸18.67元 民間業者一公噸卻要價1000 整整貴了53倍 而且還要訂兩公噸才外送 一噸也才600 那如果現在說 你說800 那可能是供需有點失衡 可是你到1200 1500 真的是有點 民眾我們自己覺得暴力 民眾反映 地震後民間業者送水亂喊價 從原本一公噸600 喊到800 1000 甚至1500元都有 有的還要訂8公噸才外送 不過運水業者表示 考量過年期間工人加班費 又必須從外縣市運水 才會將成本反映在售價上 對此自來水公司表示 停水期間民眾前往自來水公司的 加水站或公水車取水完全免費 但必須要親自排隊等候 也看14號恢復公水無望 民眾要不是花時間排隊取水 就是得多花錢買水 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 這次陳古敏 陳昭谷 台南報導